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,在这个手指上戴戒指,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 让我们听听,钻戒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饰品,男女都可以佩戴,很多人戴戒指,是因为他们漂亮或模仿别人。 事实上,钻戒的不同材质和佩戴方法,会对人们的运势,产生不同的影响。 正确佩戴钻戒可以帮助你运输。 俗话说,水可以载舟,也可以复舟。 事实上,他讲述了阴阳学中,一切都有多面性和稳定性的道理。 作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正确佩戴钻戒非常重要。 戒指的佩戴,与首位的命理密切相关。 让我们用小说,来看看如何佩戴钻戒。 祝你好运。 一,戒指的材质要适合自己。 现在一般最多的是金银,做成各种不同款式的钻戒。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种材料是金色的,会有财富和荣耀的象征。 事实上,日常生活中不仅有金银钻戒,还有玉石、水晶等材料。 如果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命理学,选择不同的材料和设计,选择适合自己的钻石戒指佩戴。 我相信这对个人的运气,会更有帮助。 一般钻戒的佩戴方式,是男性左手佩戴,女性右手佩戴。 二,戴在拇指上,扶寿安康。 拇指上戴住戒指,代表扶寿安康。 福禄悠长,适合老年人,尤其是男性。 但拇指上戴戒指最好戴在左手上,戴在右手上容易折服。 也容易因右手经常工作而受损。 钻戒,在现实生活中,很少有人会在拇指上戴戒指。 即使有更多的男人,古代权贵王族,也会在拇指上戴戒指。 因此,我们也知道拇指戴钻石戒指,主要是身份的象征。 如果你想在拇指上戴钻石戒指,主要是为了提高个人财富,个人气质。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尊重和支持,你可以试住在拇指上。 戴一枚钻石戒指,你必须结合一些实际行动。 戴一枚钻石戒指什么,都不做是不可能的。 拇指钻戒要注意款式。 女性可以佩戴精致纤细的素权,表达一种单独的方式。 张曼玉就是拇指戒指的拥盾。 男士佩戴玉石斑制最显的大器。 三,戴在无名纸上可以帮你招财。 如果你想要旺财的钻戒,最好戴在你的无名纸上。 这里很能帮你招财。 自然众所周知。 无名纸的是已婚。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,难道不会被误解吗? 事实上,无名纸也代表婚姻。 如果情侣或已经订婚的人,待在无名纸上,会帮助他们的爱情增加尊重,让他们尽快步入婚姻殿堂。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,根据戒指的款式也可以区分,是否为结婚戒指。 所以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。 一般女生在无名纸上佩戴钻戒,还能起到修身养心的作用,引起女性魅力。 所以戴在无名纸上的钻戒,开运望财量不错。 据说第一个帮你戴戒指的人,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 我听说第一个给你戴戒指的人,不管你戴在哪只手上,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 也是你永远最难忘的人。 也许你们将来因为各种原因,不能在一起。 但你们的命运是上帝注定的。 即使你们这辈子没有缘分,也不能在一起。 如果有来世,我们会再次相遇,永远在一起。 自然,这只是一个传说。 只是希望每一对命中注定的人,都能互相掌握,知道如何珍惜。 四,戴在中指上可以开运。 最常穿又能开运的方法,就是把戒指戴在中指上。 如果你把重点放在开运上,就可以戴在中指上。 中指是五指的中心位置。 含义密集,所有力量,都可以集中在中指位置。 所以把戒指戴在中指上,会给你集中好运。 为什么想幸运的朋友不能试试呢? 也许意想不到的好运就在中指。 这也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生活。 平淡也是最好的祝福。 因此,如果你想保持幸福,你也可以在中指上戴钻戒。 爱属于订婚,是订婚的意义,也是爱的实施。 如果你想要一个稳定的爱,你也可以在中指上戴钻石戒指。 自然风格不能是订婚戒指。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, 中指戴钻石戒指可以是幸运的。 中指戴钻石戒指,代表婚姻和责任。 戴中指戒指代表财富的积累。 在选择风格时,中指戒指的选择, 应坚持高贵氛围的原则, 给人一种持久的重量感和积极的能量。 五,想要提高工作考试运气, 可以戴在食指上。 食指是开运的好地方, 它代表住个人, 也象征住个人的地位。 因此,如果你想在这方面运气好, 把钻戒戴在食指上。 这将有助于, 你的学业工作顺利进行。 食指也是爱的好地方。 食指代表个人, 即单身, 所以在食指上戴钻石戒指。 也就是说, 给别人暗示你单身, 渴望追求。 所以给你带来很多桃花, 所以担心桃花困惑。 但工作学习朋友, 这里戴钻石戒指, 仔细考虑。 六,戴在小拇指上, 帮助人际关系和谐。 一般来说, 很少有人戴小指戒指, 因为它代表离婚, 所以已婚人士不会戴。 但事实上, 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祝福。 我一直代表住高尚的人, 所以我可以帮助你创造人员, 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高尚的人。 此外, 它还会给你带来强烈的桃花欲, 因为大多数会戴在, 围纸上的人都是单身。 所以自然有趣的异性, 会注意到围纸上的钻石戒指, 围纸也有解决你。 周围恶棍的作用, 是一个很好的运输位置。 然而, 恋爱和已婚的人不建议佩戴, 因为他们误解了他们的伴侣, 并产生了情感芥蒂。 七, 戒指的图案和形状, 也应仔细选择戒指的图案或形状。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你的个性, 而随意佩戴各种, 奇怪形状或图案的钻石戒指, 这不仅有助于运输, 而且会影响你的运输。 值得注意的是, 钻石戒指越多越好, 最好适合你自己。 阐述了上述, 如何佩戴钻石戒指运输方法? 有些人会问, 即使每个手指, 都有不同的运输效果, 那么每个手指都戴得更好吗? 你知道, 一切都是合适的,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, 极其相反。 所以我们只选择,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 当然, 真正好的风水, 还是要满足个人的需要。 风水要以人为本, 因时制宜, 不同要根据命主自己的出生日期, 和周围环境的气魄来安排。 把戒指左金右银极力吗? 左金戒指, 右银戒指, 不会不极力。 从风水的角度来说, 才位于灵, 左金右银, 左金右银的寓意是左招才, 左手才, 金是右手, 起到驱邪旺财的作用。 银戴左手, 有助于身心健康。 佩戴左金右银也代表一些, 美好的寓意和祝福。 另外, 有老人说右手戴金, 左手戴白金。 这是埋葬死者时, 佩戴珠宝的方式, 尤其是手镯。 活住的人不能这样佩戴。 有些书确实记载, 许多古人在埋葬时, 右手戴金手镯, 左手戴银手镯, 但没有明确描述, 活住的人不能这样戴戒指。 左金右银有什么讲究? 如果只戴一只, 建议戴在右手, 双手都戴饰品。 建议每只手戴一只或左手, 佩戴, 三, 只有。 如果你戴三只, 建议把它们都戴在左手, 不能一手戴一只, 一手戴两只。 如果结婚了, 一定要戴结婚戒指, 可以左手戴结婚戒指, 右手戴珠宝。 如果要戴手镯和钻戒, 就要戴左手, 右手戴手镯。 那么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。 神智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笔南山,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, 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